大家好,今天中国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舰,旋号18003型国产航母,正式进行了海事,离开了上海港 这次海事很有可能会进行战机的起降测试,也是中国的电磁弹射,战机首次进行起降 003航母,舰首旋号是18,命名是福建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艘航空舰 是中国人民海军第一艘同时拥有直通甲板电子弹射的航母 东宫是16年东宫,下水是202年6月17日下水,2025年服役 满载排水量8000吨,长300米,全宽是40米,吃水深11米 动力是146MW,22万匹马力,四轴八台增压锅炉 四台蒸汽轮机,最高航速是31节 三台电磁弹射器,包括光学驻降系统,弹射起飞,拦阻所回收系统 武器包括四套红旗石舰对空导弹系统,四座的1130型禁防炮 另外还有346A型CS波段主动相控阵雷达,X波段相控阵雷达 舰载机可以搭载60架,包括40架殲-15T 还有中国的隐形战机,海军第四代隐形战机 空警600固定于预警机 那中国的这艘航母呢,比美国海军的福特级航母要短10米 满载排水量呢,是超过8万吨 美国方面的认为啊,福建号呢,建成后将成为有史以来 在美国以外建造最大最先进的航空舰 也是历史上在亚洲建造过的最大的军舰 那福建舰呢,建造于2010年代中期啊 确切日期呢,是没有公布的 采用模块化,航母模块化生产 初步工作呢,是16年2月 媒体说法2月开始 原设计是两台蒸汽弹射器 后来呢,电磁弹射器技术取得了突破 且具备上键条件 因此呢,改为采用弹射效率更高 安全性更好的电磁弹射 同时呢,修改了舰体 舱室结构以及其他电子系统 以立电磁弹射上键 因改为电磁弹射啊 航母设计布局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改动 工作量巨大 原定于17年6月施工的航母被推迟 17年11月 海军已经开发了一种舰艇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电磁弹射提供电力 隔离电磁弹射系统啊 飞机弹射器数量增加到了三条 那船体模块呢 于2020年5月 从制造设施移至中转区 于2020年7月移至干船雾 到2020年的9月上旬 几乎所有的龙骨船体模块 已移至船雾中 该舰水线呢 是300米 最大水线宽度40米 排水量超过8万5000吨 2022年6月17日上午 第三艘航母舰 下水命名仪式 在中国传播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仪式 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悬号18 时一时许 下水命名仪式开始 全场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声武清红旗 那么仪式上呢 向接舰部队主官授予命名证书 军地领导 共同为第三艘航母舰下水监彩 随后置评里 航空母舰停靠码头 下水命名仪式 在解放军军歌中结束 美国方面呢 于同年12月 11月21号也发布报告 显示呢 福建舰呢 三个弹射器 公棚已拆除 那并进行了配重车 落水测试 那11月30号呢 国防部也表示 福建舰开始细薄实验 那在2024年1月3日啊 中国方面呢 首次在新闻联播画面中 公布了三条电磁弹射 轨道清晰的画面 那从三条电磁弹射的公开画面来看 能够看出福建舰已经进入到造舰的尾声 福建舰基本成型 预计海事呢 也将在不久后进行 由于飞行甲板前部是直屏的 所以可以在福建舰前甲板停放更多的舰载机 这使得它的甲板布置更加灵活 有利于福建舰更迅速的出动舰载机 福建舰搭载的舰载机呢 是歼15T型 T就是弹射啊 弹射T 那机型照片呢 于21年的12月17日已经曝光了 分析人认为呢 歼15T呢 将搭载新一代的航空电子设备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采用新的复合材料 新凸层以减轻重量 降低雷达反射面 并优化结构设计 另外呢 还有可能啊 改用具有推力矢量的涡扇时发动机 歼15T呢 已经经历时间检验 那已经进行量产 因此呢 会优先配备部队 另外搭载的是空警600固定域预警机 海直20通用型直升机 作为搜救反潜使用 23年12月 照片显示啊 中国的第五代舰载机 歼35模型已经被放置在福建舰 要进行相关测试 那我呢 谈些我自己的看法啊 福建舰呢 我觉得是成前起后啊 也就是说 它是直通甲板 从福建舰往后 中国的航空母舰啊 都会采用直通甲板 而且通过福建舰的服役 通过它的整个的运行情况 会培养更多的中国的舰载机 包括航母人才 而且呢 这个电磁弹射啊 系统未来也会经过测试 通过福建舰运行 经过测试 为下一步核动力航空母舰 真正的未来啊 三到五艘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铺平道路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福建舰 对中国啊 未来的人民海军非常重要 它是成前起后 过去两艘舰是 斜越甲板 而且是有这个苏联海军啊 苏联的这个航空舰的影子 从这个福建舰开始啊 中国的海军 航空舰 就真正的进入到直通甲板阶段 而且呢 有了福建舰以后呢 中国海军啊 实际上呢 又拥有了真正的远洋能力 真正的远洋能力 一个海军啊 它实际上有没有远洋能力 那展现出这个国家的真实实力 有些国家也有海军 但它是什么 海岸警卫 就只能在自己的近海啊 作战 一到大洋深处啊 一到世界其他陌生的海域 它就无法作战 没有补给能力 而中国拥有这个福建舰以后 就真正拥有了远洋作战能力 而且战机出动啊 包括战机活动的空域 其实更大 因为它电磁弹射以后 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和油料 它整个的覆盖区域会更大 那么它真正拥有了远洋能力 不被现有的远程反舰导弹威胁 像辽宁舰山东舰 它只能在中国近海活动 因为有这个反舰导弹 能够包括中国的这个预警机 给它做支持 单独的进入大洋深处 你的作战飞机半径不远 你作战飞机半径不远的话 对方的反舰导弹离你很近 一发射的话你其实非常危险 所以这是航空母舰 特别是中国这艘航空母舰的特殊意义 所以我一直在讲 真正拥有了远洋作战能力 对美国来说 对昂格鲁萨克逊来说 是巨大的威胁 因为昂格鲁萨克逊过去 在整个世界上 就是因为强大的海军 控制了世界的吴大洋 特别是大洋之间这个进出通道 被他牢牢控制 通过控制世界海洋的通道 海洋文明 攫取了世界海洋贸易巨大的利益 崛起以后又对欧亚大陆进行 殖民掠夺 而且不断的通过所谓的意识形态 输送自由民主 碎片化欧亚大陆 让欧亚大陆形成战争 战争情况下 就可以更加快速掠夺欧亚大陆 过去几百年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来看 中国的崛起 特别中国海军的崛起 远洋能力的航空母舰的崛起 那也标志中国真正的突破美国 在远海 在大洋深处对中国的封锁 也就是中国真正拥有了远洋作战的能力 包括现在在南海台海 中国不再是近海作战的部队 而是远洋南海部队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 美国现在的航空母舰实际做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这个航空母舰数量正在不断的增加 而中国只需要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 其实就可以牢牢控制人类的未来 因为过去三百年 实际上是大西洋的时代 我可以这么理解 简单理解 过去三百年 因为发现了大西洋 大西洋贸易通道 特别是欧洲和北美 让欧洲和北美引领了人类三百年 欧洲和北美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整个人类 特别是工业革命先去 都是在大西洋 那中国现在呢 实际上呢 在印太 印度洋太平洋 中国现在还没有实力进入大西洋 但是未来人类的发展 主要的国家都在哪呢 主要的经济体都在印度洋太平洋 印度超越日本 印度在印度洋 中国日本 东南亚 这些国家也都在什么 太平洋 而且呢 加起来的经济总和实际上是超过欧洲 超过北美 这就非常恐怖了 中国控制了南海 控制了印度洋太平洋 其实就控制世界上一半的经济总量 一半的贸易 那实际上呢 中国就成为什么 成为了印太地区 重要的 特别是有话语权的海上力量 而中国不需要跑到大西洋 像美国一样 一定要建十几艘航母 跑到大西洋去建立海军 所以实际上 中国的几艘航母 就可以完全控制印太 所以你可以看未来 我觉得中国的航空母舰 在印度洋太平洋部署 能够保证中国 在整个世界 欧亚大陆崛起的道路上 稳定欧亚大陆 不被美国碎片化 也不被西方 特别是昂鲁斯达克军 肢解 殖民 所以我说 福建建对中国意义重大 对欧亚大陆意义重大